两个小视频 让您了解这台便携爹卡丁车的操控特性 以及我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中置发动机 而不是后置发动机 先看第一个视频 一附着力的砂石路面上面 绕一个固定物体做定源飘移 对于四驱车 比如说WRC这种车型 相对就会更容易一些 毕竟它的前轮也具有 抓地性和驱动力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 转向指向特性 而对于像这种后驱车 就相对困难很多 因为地面非常的滑 前轮又不具有驱动力 即便你方向打得很死 依然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推头状况 这辆车在绕定源飘移的初始阶段 也有这种转向不足的这种感受 但是还好车尾非常的活跃 很快就跟了上来 进入到这种转向过渡的这种状态 第二个视频是在一个长直路的上坡路段进行的绕装测试 看起来这种绕装好像很容易 其实它主要是考验车辆的操控质性 以及车手控车的精准能力 驾驶后驱车在低辅着力的沙石路面上进行绕装 和摆油路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通常我会在出装的时候更多的踩下一些油门 目的是让车尾适度的滑动起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更小的修正方向 让车头可以很精准的指向下一个装筒 当车辆接近下一个装筒的时候 只需要适度的收油 车尾恢复抓地形 这样就可以让这个绕装的线路 变得更加的平滑顺畅 以及更快速 这个过程不仅是去体会这辆车 它的倾向于转向过渡的特性 同时也让你去感受 这辆车它是一个比较听话的车辆 也就是易于操控的车辆 它可以很好的根据你的转向和油门的控制 来在这个转向过渡的这个临界点 来进行不断的变化 这辆车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操控特性 其中一个原因就和它的发动机补局有关系 相比于后置发动机 中置发动机可以让车辆的前后重量分配更加的均衡 前轮可以获得更多的抓地形 在转弯的时候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循迹能力 所以让车辆避免在操控过程当中出现更多的转向不足 让车辆更倾向于转向中性 偏转向过渡一些 通俗的说就是更好玩 而且还比较受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